六十岁 两道婚姻 退休金三千四百元 住房面积五十二平 为啥是五女山站呢 这个五女山站 咱们有个旅游去 旅游景点叫五女山 我们昨天就是搜 到了通河就搜怀园 通河都怀园 怎么搜都搜不着那个车 后来问当地的 说你要是去怀园 那个站就叫五女山站 不叫怀园站 不叫怀园站 有六个景点 有五女山 万天洞 这种写的丰丁谷 还有大雅河漂流 还有那个小芒谷 还有那个虎虎虾 就这标吧 就说白了我觉得怀园 就是一个旅游的一个限制 它旅游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 五十二点六我就特意 穿上去我就特意选一个 小虎虾的 第一什么的 再也买不起大虎虾 再我就觉得 你退休我就一个人 大了我还死都不起 我特性还多 你这五娘不死 有一点会我也受不了 那这个是这个是锅气的 尽管这样一定没收回去 上海航 八三身景服 基本大部分都退休了 什么 都有 有力浓 有力勤 我是中哪儿的 你是中哪儿的 也不是太 你就是啥 你就是闲不住 就戴不住 也不是说太寂流 那太那什么 太高兴 就非常非常郁闷 郁闷了 郑叔说 能穿上这身警服 是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回想当年意气风发的自己 大学毕业 意表人才 前途无量 上门提亲的人 把自个家的门槛都给踏破了 当时我这个其实他那下 还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 他是一个百货公司的 移民族鼓掌 他把当时所有的鼓掌 你知道吗 当时还行 不是说一点也不喜欢 也不是说特别喜欢 那时候 那多多少年前呢 租一百多地方 你得 嗯 怀想我说第一个租电视楼 什么叫老干部 那时候来怀想我属于就是 那什么就是挺 挺有约的 条件挺有约的那一周人 公共单位啊 这一条件是这种状态 当年意气风发的正熟 过上了万人眼中 无比幸福的生活 可是啊 鞋子究竟合不合适 只有脚才知道啊 他们大了 但是我和他们好像融入不溜 感到结合以后 孩子之间大了以后 我就觉得他有点 做事就有点强势 你就是俺们孩子 要请孩子老是吃饭 他就说 你别去了 你跟家打麻将 我和谁谁谁谁去 后期都能在一段时间 我提出来他不回应 我说不行 我上饭起床 嗯 我提出来 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拉住你 嗯 另一半我就走了 出去住的房子我就走了 那时候就是年轻比较醋的我 嗯 要是说 你要现在的话 你怎么也得演 你为了孩子 你都不至于做出这种情况 他也曾经说 我爸我16岁的时候离开我 我缺少腹败你知道吗 说对不起了 有隔阂 申诉 知道吗 就不像正常家庭 那个父子亲生 好 虽说郑叔现在很后悔当初的决定 可是时光永远不会为了谁而倒流啊 路总归是要往前走的 郑叔再次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第二任妻子 阿朗认识比较早 他那天考驾照的时候 我是那个叫过啊 认识的 他后期 他也离婚了 完了他知道我离婚了嘛 就这么说 因为当时我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是那个受留了我 我都觉得受理水之人当永泉相报 因为他有病的时候我全力以赴给他治病 因为一个女人嘛 他生存的欲望也比较强 而且一个女人奔我来一回 我要治不起病的话 你也瞧不起我 所以说 所有的积蓄全部划掉 总共划掉36万多 不像是为太多 太伤眼 郑叔怎么也没想到啊 在工作上一马平穿的他 在婚姻上却如此坎坷 过去的这一年啊 自己经历了丧偶 退休 现在的他呀 只想找到一个老伴 能陪着他度过最煎熬的这段日子 算了一点 外表和他能够贴近一点 按照中熟的择偶条件 侯娘马上就想到了 加入公主领事的张丽华 张阿姨 你这是特意做的发型 是不是 我可以弄一下 我刚才有头发太短了 张丽华 52岁 离异 退休金1800元 住房面积80平 那我就把我的房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房子是80平 我自己一个人住 这是我的卧室 我家比较简陋 我说实话 收拾得非常干净 但是我尽量做得干净 孩子现在在长村工作 他在轻轨 然后他也有自己的房子 我给他买房子了 对对 你知道吗 知道 知道 你跟他人说呢 我就直接跟他说 我说抱全场热恋了 其实我想让他上 他不上 我说那我就来吧 爷 来跟我们叫一叫 这两张照片 都是你做大的时候 这几个 这几个 我说什么 真的 这几张是一起照的 这是我出去旅游的时候照的 你天哪 眼前的张阿姨怎么看 也不像近50的人 原来张阿姨年轻的时候 更漂亮 可是张阿姨自己却很感慨 女人长得漂亮算啥 活得漂亮才算本事呢 对 我前夫 他是大学 所以我现在找对象呢 我怎么也长得 模仿化呢 我的偶像是那个 就伪装者 伪装者里的劲动 我特别喜欢他 特别阳刚 比如说我喜欢阳刚的男人 有时候我挺喜欢吹 我喜欢会乐器的 我觉得是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高雅的 有内涵的 张阿姨说 自己骨子里 就喜欢这些 有情调的事情 年轻的时候 关顾着挣钱养活孩子了 现在有时间了 终于可以把这些爱好 都捡起来了 你可记得那个双蓝 你可记得那个女生 请你走进天涯 走迟迟半顾的 一周三次 一周三次 一周三次啊 你别耽误你跳舞啊 我真的不愿意 我也想看那个你跳舞 走吧 先看看我那些姐妹 行 走吧走吧 看着这整齐画衣的舞姿 谁能想到他们的平均年龄 都已经超过60岁了呢 听说扎姨明天就要去相亲了 扎姨的闺蜜忍不住 给她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我感觉你的头发眼黑色就这样 眼线的颜色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也觉得你抢上那个照片的颜色 那头发就比那个深 这事今晚交给你了 明天我就带她去见书书相亲了 把头发染成深一点的 然后头起来明天换一个 别往上数 就正常那个短发不行吗 扎姨不但人长得漂亮 又很有生活情趣 还做了半辈子生意 就想找一个大学毕业 性格爷们 最好能跟自己一起做生意的男人 这阿姨无论是自身情况 还是都有条件 完全符合正书的要求 那就先安排两个人见见面吧 看你住这个小区 感觉这个小区来什么 太乱了 阿姨的小区可待见 你们的小区可待见 就是说这些长春的长春下面的一个小县城 就孤独岭市 孤独岭市 然后反正小区觉得稍微有点一般 阿姨小区可待见 而且咱们窗没有这种窗了现在 就是全是那个大陆地窗 咱俩现在住这种 就我那窗都是大陆地窗 那咱找 比如找阿姨 咱看你 就是那 比如说看房子 看条件吗 不看 那干啥 还以为我说 咱觉得 看你 那咱进去看看你 先里边看看你 你进屋看看你 好 经过闺蜜的一番点拨 眼前的张阿姨果然和昨天完全是两种风格 看得出来是经过一番细心打扮的 都说女为悦己者容 那正熟这边是怎么评价的呢 对 身高也不高 小朋友也不吃点 怕糊糊糊 而且皮肤也不太细腻一点 那现在见面了 你觉得阿姨的身高啊 什么身材啊 皮肤没达到咱们的要求 但是有一点特别打扰的 就是她做生意这一点 我特别喜欢做生意 因为我这一身高 总给老板姓站岗放手 我就觉得做生意 就是老管特别聪明 他之所以能做生意 就是老管绝定聪明 对 接触接触 了解 对 接触接触 有的有可能是到接触 就不是那么印象非常不好 有两种内在外在两种 有些的话就是她内在潜力的 郑淑对见了张阿姨第一面后的评价 让红娘很是意外 不过郑淑也说了 演员只是第一印象 自己还是很认可张阿姨 在做生意这方面的头脑和经验的 那就再继续往下接触看看吧 就好了 那也不一定 两人弄一垫的 谁不说话 你去主动 那不可能不说话 两口要是像那样似的 不说话的话 那你永远 两口最怕冷战 第一个是不是冷战 冷战 我最讨厌冷战一点 第一任还有第二任呢 嗯 我头一人提的还想一句 我吃这个是第二任 哦 多少年都了 不要提一次 特别别人有更远的 特别别人有更远的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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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刚才的话题 正好碰触到了郑淑心里 最不愿意被提及的地方 两个人这边正聊着天呢 郑淑突然起身说的这句话 让整个相亲场面 顿时就陷入了尴尬之中 这气氛还能不能缓和了呢 我们决定把郑淑叫在外面单独聊聊 谁知道呢 哎呀 谁知道呢 谁知道我是怎么 老又他的眼子 所以说一般人我也看不到怎么 就看不上 不是 你这样的说 就是咱们 咱既然要是想找 咱要是说决定决心了 咱们想再找一个伴 咱就不能总去拿 就是前期的那个影子去找人 首先第一呢 你这样对下面的爱情 首先就不是特别公平 你知道吗 再一个 那你就自己现在 你就得 你得想好了 到底有没有从上一段 那个婚姻的那个走出来 我已经走出来了 只是求他这样说呢 来一起过后半生的路 曾经看的也不得劲 那你更不贵 这个书那你想 他都已经53了 那皮肤再好 不是 绝对不是 那你都50气了 耍边耍边 他老婆着急着 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 不怎么他愿意 很正常 哪有不合适就也很正常 没关系 我觉得他爱人才每三个多月 他就着急 我估计他可能就想摆脱 他原来那种生活 我感觉是 对于郑淑最后的决定 善解仁义的张阿姨说 相识是一种缘分 但是如此有缘无缘的感情 也不是他想要的 那就彼此互相祝福吧 我的话 请不吝点赞 他的对手 今天见到了 我这个话 我替你 今天拍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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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